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根据商标注册信息显示 WEY品牌所设计的范围除包括传统汽车 小汽车 电动运载工具之外 还包括无人驾驶汽车等 因此长城未来会将基于该品牌进行诸如无人驾驶等技术的研发和应用 特普朗轩市就职的当天 它的座驾也将会亮相 全新的野兽依旧基于卡车底盘打造 它的重量将会达到6.8到9吨 类似于坦克 更重的车身在一定程度意味着更强的防护能力 这款车安装了更多的骤型装甲 防弹玻璃以及电子安全系统 对火箭弹或IED攻击的防护能力更强 据悉 仅仅这款车的投入已经达到150万美元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汽车微报的全部内容了 欢迎大家访我们的官方网站v.com 当然也别忘了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v.com 获取最新的推送 汽车资讯 微街报 愿各位双11过得愉快 我们下周再见咯